心脏由心肌构成 具有舒张跟收缩的特性 这个动作我们叫心脖 心脏为什么会自己跳动 其实我们在右心房有一个节律点 这个节律点 它类似一个发电机 它会发出电流去刺激心脏的肌肉叫心肌 所以心脏会做有规律的舒张跟收缩 这个你们国中倒没有考这么多 我们看平均一分钟大概可以 心脏会有60到80次 休息的时候大概72次一分钟 再来我们介绍心音 这个的话是高中的 心脏的声音我们叫做心音 心音可分为第一个 第一心是心室收缩 心室收缩的时候 血液会撞击防四瓣 心脏跟心室的瓣膜叫防四瓣 会造成心音 比较低沉小声 持续时间比较长 好这个你们不会考 看一看就好 好第二心的话 是心室舒张的时候 血液往回 撞击半月半 好 所造成的心比较高 持续时间比较短 好这撞击半月半 第一心的话撞击防四瓣 好我们看一下动画 好